當然人都有運勢低迷的時候 但是我們這麼多命運老師 大家都覺得說 人生最怕一直在不好的地方 鬼打牆 每天都要跟它重播趕快 我哪哪吹 有人叫雷卡幾十年也有的 幾十人也有的 說其實轉個運 就能夠重見光明對不對 美楊老師 對 其實我常常碰到這一些卡關 就是他什麼都很努力 可是就是那個證照考不上 就差那麼一點點 很多 減一個運 對 就減一點點的運 這樣打過去就好了 結果打不過 像我的案例裡面 我今天來講一個 就是他們家世代都是醫生 然後爸爸也是院長 然後就是說他就是考 那個醫學院畢業之後 考了將近快十次了 醫生那個執照就是考不上 那個資格 考不上醫生那個資格 然後他就壓力很大 因為爸爸的教育蠻嚴格的 而且他是長子 他很希望就是說成為爸爸心目中 那一個驕傲也符合爸爸的期待 可是他很努力每次都差一分 每次都差一分 那後來他就是來找我 就是說他想要了解 為什麼他那麼努力 然後他覺得每一次我應該都會過了 怎麼都差那麼一分 他就覺得很邪門 結果我就是看到他的就是官路宮裡面 就是有阻礙 那我就說你可能考試的時候 有沒有去拜拜 他說都拜了 求文昌 菜頭 蔥 包 肉掌包種 什麼都準備了 就是還是不行 那我就說這要無形中幫你來做一個 就是處理 就是我們要做科技 給你的文筊開 然後幫他求了文昌筆 我就是說那個考驗不是很順 我們在儀式的時候都會求陰陽筆 那他就問我說老師為什麼要求這個陰陽筆 我說你考試的時候一定要把這一個陰陽筆帶上 那你平常如果說 考試的時候可以帶去 對 你就帶在包包裡面也可以 然後這個陰陽筆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可能你的官路宮或是你的考驗裡面 很有阻礙 就是你已經都準備了 就是說很充足 可是你就是跨不了那一關 而且就是可能有的人要考試的時候 突然就餵食到膩蓮 有人就這樣 要不然就拉肚子 頭很痛 這一類的 我們就要靠這個 就是我們有陰轉陽 陽轉陰 就是說我們肉體 我們這個考生的運氣要顧 那無形有障礙的要把他背開 所以我們就要求文昌帝君來試這個陰陽筆 讓考生帶著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什麼都試得好 那我這一次就來試試看 來試試看就對了 廖老師的經驗 那我們做好了之後 他就隔了兩個月就考試了 考試真的就過了 他超開心的 過了之後就很開心 就買水果到我觀音店去拜拜 對 就是那個就是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就是給他殺一下 他就過了 那另外就是說 我覺得天下父母親 如果父母親 如果說我們的孩子要考試 每次為了這個考試 成績不理想或是考大 就是說念書避不了業 都是父母親很傷腦筋的一件事 對 那我這邊就是另外有一個單親媽媽 然後他有一個兒子 他來找我的時候他就說 他為了這一個單一的兒子 很就是說讓他很傷腦筋 因為他已經念了四所大學了 他就換來換去 就避不了業這樣 念一念又這一間他又不好 念一念那一間也不好 可是他很認真在念書 可是他說不是老師不好 就是同學霸凌他 要不然就是他發現說 念那個科系不是他喜歡的 那因為單親 媽媽工作又很辛苦 他就覺得 人家四年都比起來 你四年又在一年級 那他這個媽媽的壓力 四年都在一年級 對啊 要就讀四年 人家四年比起來 那四年還是在一年級 那媽媽就壓力很大 就得了乳癌你知道嗎 真的 對 就很大 然後我就說 媽媽你可不可以帶孩子來讓我看一下 結果這個孩子讓 我就跟這個孩子談 原來他的就是他的學業 他的一樣是官陸宮裡面 他要求取這個學業的這個公民 有阻礙 所以我還是求了文昌帝君觀世音菩薩 就是求了陰陽比給他 那後來他順利把大學 就是念完畢業了 畢業了之後他還考上研究所 這個媽媽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說想不到一個陰陽比的一個 求陰陽比的一個儀式 可以讓他們母子現在感情特別好 然後孩子就是考上研究所 只要有休息就是有放假 都會吵著媽媽說 你載我去觀音店拜拜這樣子 對 有感應 有感應 所以這個孩子的未來就完全不一樣了 好棒 差那麼一點點 對 差一點點 對 一竊不通 我們人家是七竊 對 剛才這個一竊沒有通 那一竊通了以後就 一里通萬里鐵就都通了 憲哥我告訴我 對 一里通萬里鐵 你怎麼聽我 一里通萬里怎麼樣 側 真的 清側的側 清側的側 一里通萬里鐵 對 鐵 是 這個有時候考運 考不過 真的就是有 這麼一個卡在那邊 你後來就找 憲哥做輸贏 你去遊台灣 這樣喔 補齊鐵道 謝謝 好來 請教一下 舒緩老師哪些手面向的人 一生必定有鐵道 他可能從小到大 都比人家還要幸運 或從小到大 比別人還要多那麼一點點的 好祕跟好福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誰是有這樣子有前途 有命 有福氣 又被阻印籠罩著的人 希望觀眾朋友都有對到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天生有福分 就是一生下來 福氣就旺旺來的 這樣的人呢 第一個他就是耳硬 而且要有垂珠 重點是要耳朵很硬喔 不是說這樣 其實我們摸一下自己的耳朵 就知道 有的人的耳朵很軟 而且很透 很透就是那個光 從它後面照過去 你都可以看到那裡面的血絲 那種耳朵就太薄 而且太不夠硬 現在我們強調的是耳朵 要很硬 而且要有垂珠 為什麼呢 這個代表這個人 天生的體質就比較好 而且耳朵象徵的是 他的幼年孕 那代表這個人 在一到十四歲的時候 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爸爸媽媽或爺爺奶奶 都非常的疼愛他 那麼從小 他就有很足夠的安全感 很多的愛 讓他在往後的成長的路上 第一個很有安全感 他就不怕做錯事 或者是覺得 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一定都會有人幫忙他 所以這個安全感 就會讓他在未來 不管是工作啊 創業 都會很有信心 再加上 有一個很重要的 耳朵又大又圓的人 我們都說這個主硬很好 所以這個 不是情況有保比 這是做誰那有保比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他做什麼事情 都相對的順利 而且耳朵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耳朵這兩個 對應的就是我們的腎 所以耳朵又硬又大的人 腎相對也比較好 腎氣族這個人的身體也好 所以身體好 健康好 是不是做什麼事情 都比較順利 因此我們就說 這個天生有福分的人 就是耳朵要硬喔 而且要有耳珠耳垂的是最好的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個呢 天生不服輸 也就是呢 我的前途靠我自己爭取 我的好命靠我自己爭取 我天生就不服輸 這樣的人的特色是什麼 他就是 眉農而且要上揚 說到眉農上揚 一定要推出一個代表人物 就是我們的官公官雲長 對不對 我們看那個 每次畫那個眉毛 是不是都是這樣子 又濃又粗而且要上揚 那譬如說像雅蘭姐 在嘉慶君的時候 那個眉毛是不是要 又濃又粗又上揚 那個畫的 對 這是畫的 對 就是這個就代表叫做 農眉這個叫 年少養智 不是得智 是年少 他志氣就要養起來 就是我覺得我千萬不能輸給人家 為了不輸給人家 所以我一定要很努力 對不對 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眉毛濃也代表 他的貴人運比較好 他出門在外比較多 人願意好好的幫扶他 幫衬他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他有很多人 在幫忙的時候 是不是也比較容易 成就一番事業呢 所以如果眉毛不夠濃的人 就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我去秀眉或紋眉 有沒有用 其實還是有一點用的 在心理層面上面 是會有幫助的 要讓你的眉毛濃眉而揚 這個很重要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相的部分 有前途的首相 第一個 堅毅有財運 有財運這個好重要 叫做 手中有穿字 那穿字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的生命線 智慧線 還有感情線 三條線是分開來的 你有 是不是 很穿耶 兩穿耶 兩穿 說明是我們家裡 對啊 真的 堅毅有財運 對啊 好 堅毅有財運 這時候我們要說 堅毅就代表 他的個性夠執著 就像亞蘭姐 他覺得 我要做的事情 我要發揚歌仔戲文化 我就要很認真 往這條路上走過去 那麼我就不容易被挫折打倒 那麼有財運為什麼 你這麼努力怎麼可能沒財運 你這麼幫自己加油怎麼可能沒財運 所以有穿字長的人 我們就會說他堅毅有財運 可是有穿字長的人 舒雯老師在這邊 也要特別提醒你一句話 就是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因為我往往看到很多穿字長的人 很喜歡給自己壓力 都覺得我要挑戰更完美 所以有的時候他就會容易有 譬如說情緒上面的失眠 或是晚上想太多等等的 所以希望大家 在努力拼搏的時候 也要同時對自己好一點 好不好 老師你太準了 你知道嗎 我一直不告訴人家 說我穿字長 因為很久以前 我就跟他算命 老師真的很重要 那個老師說 穿字長的人是 就是觀眾朋友 算命找老師真的很重要 對 有一些 有一些那種 辦算會算不會算的 會亂講的 什麼什麼的一大堆 對 要找正派 正派的老師 在這裡 真的耶 我從來不敢拿出我手掌說看 你沒看我都在自己偷看 因為很久就有人告訴我 說穿字長的人就是洗顏 沒有啊 你很成功耶 堅毅有財運耶 對不對 我終於出頭天了 解除我這個懸咒 對 變成 好 既然我們這個嘉慶君 就是堅毅有財運的代表 這其實很簡單 真的你很努力很認真的 怎麼可能不成功呢 好 再來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這個線就比較特別了 這個叫做成功的領導者線 就是你在大拇指的下方 這大拇指的下面 這裡有兩條網上小小的紋路 這個叫兩條 這個紋路它很特別 是為什麼 它的代表人物就是 美國總統歐巴馬 那麼有這個成功領導線的人 他有特殊的人格魅力 也就是說呢 這個呢 他有特殊的人格魅力 會讓你覺得 我好想跟著他一起做些什麼 我覺得跟著他一定可以完全 完全有的夢想 老師有沒有 老師自己有 老師也有 老師也有 他們都是成功的 開心不夠累 還想當歐巴馬 我還想說 還想問老師 你這兩條嗎 我好像有三條 我好像很多條 對啊 這個是有成功的領導者 魅力的人才有的 一般來說 他很容易受到大家的喜歡 所以呢 應該來講說 譬如說像廖美蘭老師 他有很多的信徒 那一定就有這樣的線 因為他受到大家的喜歡 那麼為什麼也說這個人 他必定有前途 你想想看 這麼多人簇擁著他 就像那種選舉大場面 下面這麼多人 動算動算 你一定很有前途的嘛 大家都這麼喜歡你 願意支持你 為你做事情 所以倘若呢 你也是有這個兩條線的人 代表你非常的有群眾魅力 在一群人裡面啊 大家就會為你馬首是瞻 因此希望你能夠 把握住這樣的好運氣 真的創造出一些事業來吧 加油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